中文字幕 李宗盛 人活在这个世间 都是离不开人事故 但是谁没有被这些 引起困扰呢 正言法是说 能善解 包容 就没有过不去的事情了 但是要如何 才能够真正做到呢 办法为心 我们要善解 所听所看 立受在我们的内心 化解在旧好现顺 我们能够好好持续 再再表达出去 在我们的行动中 看在人的眼睛 理解在人的心 所以这就是啊 受用在我们的内心嘛 但是表达在我们的心情 所以 很多事情要将心收起 表达在我们的行动中 这些都是在这些现代啊 法师说 不让人事物困扰的关键 就在于心 表现在日常生活中 就是柔和善顺 是善解 那这样还能够转恶为生 世间 生间就是去接着嘛 我们必定 要用善解方便 这些困扰的困扰 来面对到 万俗 万物 万地 有那个 颅量啊 没有 有那个 道量没有 我们要用善解 这些困扰的困扰 我们要用善解方便 在我们的心中呢 这可以善解 中恶啊 化为生 之外 我们就要学到了这份 善解方便 这可以在人事物中啊 法师说 不执着 用善解的态度 来面对 复杂的人事物 这也就是 借着事项 来锻炼自己的心 就是借势恋心 这样不仅是 不会受到困扰 还能够转恶元 为善元 正言法师的 幸福心法 也欢迎您到 多用心 来留言分享 看看别人是如何 和修炼自己的心呢 我是美兰 我们下次再会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